大家好, 我是Data 其實深圳有不少日式燒肉餐廳, 而且用炭露來燒, 但我一直未試過 直至遇上抵食甲大件, 交通油方便的日式燒肉餐廳, 蘇燒肉酒吧 蘇燒肉酒吧成立於2019年1月, 是一間已經營日式燒肉, 和西餐結合的新派音樂餐吧 其實餐廳幾多元素, 日式燒肉, 西餐, 音樂, 酒吧, 比較複雜 蘇燒肉開業半年, 餐廳非常新正, 而且地方好乾淨 活動空間相當足夠, 不會有壓迫感, 令人覺得幾舒服 餐廳風格好似一間酒吧, 右手邊的吧桌非常長, 幾輯用來打卡 作為一間音樂餐吧, 餐廳亦有一個舞台, 但感覺上就好似利用來搶卡拉OK 餐桌全部用了統一的圓桌, 食西餐問題不大, 面積幾足夠 但食日式燒肉時, 中間的炭露會佔很多地方, 令食物無地方擺 特別是他們的二人餐, 菜式非常多, 令到我有點手忙腳亂 坦白講, 因為酥燒肉生意不太好 所以有一個很划算的, 酥澳洲和牛雙人燒肉套餐 十樣食物價錢只是$1.99元, 而且還要專人幫你燒烤, 有一次抵到沒朋友 山廳在地點很方便, 亦是我介紹它的原因 酥燒肉位於金剛華廣場附近 由國貿站A出口, 入金剛華廣場 上去地面後, 在金剛華廣場後門出去 先過馬路, 繼續向前走, 兩三分鐘就會見到酥燒肉, 相當之勤 今次我試了雙人燒肉套餐一九九, 我問了服務員 大家可以直接付錢, 不需要經大眾點評或尾團 十樣食物, 平均每樣20元一碟, 有時光倒流的感覺 服務員會先將燒紅了的炭放入爐內, 全餐會感受到炭爐的熱力 先介紹前菜, 芥子沙律, 這一味比較一般 沙律醬不是好夠, 沙律材料都比較少, 僅僅合格 第二味炒雜菜, 材料有青椒, 黃椒, 紅椒, 蔬菜, 蘑菇, 再落牛油去炒 比較尋常的一味菜, 但味道其實幾好, 兩位油了一點 第三味, 火焰牛肉粒, 辣椒多於牛肉粒, 名副其實火焰山 火焰牛肉粒的確很辣, 牛肉粒有點韌, 我覺得比較一般 第四味, 火焰芥柳卷, 四大件, 我試過一口吞下肚, 大都不成功 因為芥柳卷太大件, 我覺得芥柳卷比上中好, 幾接近香港口味 第五味, 海鮮炒飯, 應該是日式海鮮炒飯, 幾足份量, 用來填飽肚 可惜海鮮炒飯味道一般, 大約是普通茶餐廳的水準, 沒什麼好介紹 終於入正題, 酥燒肉又專人幫人燒烤, 其實燒烤有點難度 因為肉太薄, 很容易黏著鐵網, 所以由專人處理會好很多 其實可以欣賞專人燒烤, 這點值得加好多分 服務員在火候上掌握得好好的, 好多食物都煮到剛剛熟 醬汁有燒烤汁, 檸檬汁, 玫瑰鹽, 各有特色, 可以食出更多味道 補充少許資料, 玫瑰鹽又稱為喜馬拉雅鹽, 味道非常鹹 第一樣燒烤是扇貝, 扇貝有兩隻, 不算太細精 剛剛燒好的扇貝, 肉質好嫩滑, 而且火候掌握得好好, 扇貝不會太硬 不過蒜蓉味道不太突出, 扇貝本身的鮮味已經不錯, 幾高分數的一味 第二味美國安格斯牛五花, 五塊好薄的肥牛片, 脂肪比例應該是1比1 正宗半肥瘦的牛肉片, 服務員把牛肉放上去炭腦後, 很快就要反轉背面來燒 之後服務員會把牛肉對摺, 再放上去我隻碟上面, 手法非常熟練 我吃不出是不是安格斯牛, 但感覺上比較靚一點的肥牛, 質素不錯 第三味薄切烏拉龜牛舌, 份量相當少, 只有6小片, 而且非常薄 雖然牛舌超薄, 但好好食, 牛舌好爽口, 脂肪含量好高, 好肥美 牛舌要趁熱食, 因為它好容易變凍, 最大問題是份量太少 但200元套餐就好難要求太多 第四味, 澳洲和牛粒子肉, 我簡稱它為牛肉粒 牛肉粒份量比其他燒烤食物多, 可以鋪滿半個爐, 燒出來都有一小跌 我有點懷疑牛肉粒是不是和牛, 因為肉質不太像 不過牛肉粒配搭燒烤醬, 檸檬汁或玫瑰鹽都會食出不同味道, 幾好 吃完正餐就到甜品, 甜品就是兩塊雪糕 士多比利味, 雲尼腩味, 牛奶公司的級數, 不過不失 總結一下, 酥燒肉的優點幾多, 價錢絕對不貴 食物款式非常多, 足夠兩家人食, 性價比極高 而且地點很方便, 環境乾淨其理 又有專人幫你燒烤, 兩百元絕對是值回票價 看完影片, 大家記住看留言 因為好多師兄師姐都會分享猛料給我們 亦都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好地方 逢星期一三五, 晚上六點鐘, 我都會準時上片 多謝大家支持